等一下 我們來看 黨主席開口先言語會不會被告 拍反萊豬宣傳片當然沒問題 但如果散佈假影片 農委會可沒打算客氣 發函中正二分局 原始影片並沒涉及瘦肉精議題 卻被導向跟瘦肉精相關 誤導大眾散佈謠言 會造成豬之急去躁動 骨骼脆弱 國民黨擷取影片裡面的 部分的畫面 這個百分之百是一花劍目 百分之百是不死的影片 儘快的把這個影片下架 否則我們會依照社會秩序胡法 直接來移送給警政單位 我們是不可能下架 剛剛我們還在那邊討 所以放影片進來會被告 農委會防檢局要十八十元 藍營不僅沒認錯 反倒要農委會道歉 還說影片是經過三方查證才公布 甚至貼出台灣事實查核中心資料 企圖反擊 但內容卻顯示 桌子攝取來劑不會導致癲癲 網友狂酸根本打臉自己 為了美豬更中央的 還有台北市長柯文哲 睽違一年半再度親赴院會 想當面跟蘇葵講清楚 我們也不是來吵架 我們一聽完以後只能說 那就農委會跟衛福部 把柯市長的意見 你們再研究看看 柯文哲大動作到院會提臨時動議 為了美豬一提 藍綠白各有立場至今炒沒完 甚至藍綠靠著假影片宣傳 疫苗點燃怒火 再不下架 農委會將直接提告 好先請教詩琪 郭敏東有造假嗎 影片是真的打上的字 以及他的旁白是假的 我都不曉得了 你明明就是一個誤導的影片 你這個就是假訊息 然後還可以證證有詞 怎麼會這麼沒有格調的一個政黨 我覺得啦就是你要反這個有萊克多巴胺的豬 這件事情是可以的 可以變成你政黨的主張 可是你沒有必要這樣子散播假訊息 因為那個影片就不是跟你用萊劑產生的豬的現象 那是豬的屠宰場 我不知道那個豬是 豬這樣屁屁刺 對他可能有別的那個嘛 那原始影片的那個什麼動物會社的那個單位 他們最先公布的這個畫面 他們也沒有說這個東西 就是因為他小豬小豬仔吃萊劑之後 就會變這樣啊 就兩件事情不相關 可是他硬把它兜在一起 這個就叫做假訊息 那假訊息這個散佈 而且是用政黨的名義 去散佈這樣的假訊息 他叫你下架還是剛好而已啊 然後你還正正有詞說 他不下架 然後還說國家機器打壓 國家機器是叫你不要散佈假訊息 我覺得你在內政上面 可以跟執政黨有一些意見不一樣 你可以做一些政治的攻防 可是你公然說謊 這就不是一個有格調的政黨 應該做的事啊 國民黨是主席江啟臣親口說 現在的政府不只不適宜 還不讓人民質疑 標準要用國家機器殺人 不讓人民有講話的權利 要用受肉精傷害人民 還不讓人民說一聲 就是要產生寒蠶效應 請教範老師有嗎 我覺得我是進行家庭執政 去YouTube去找那個影片 就是美國人吃了那個肋排 結果吃完跌倒 吃了這個萊豬 吃了就會跌倒 走路會不穩 但是會更有說服力 太寒了 我真的覺得 這個豬明明就不是因為是萊豬 而已這個因素 你硬要說這個豬是因為萊豬 所以它會一直抖 那你就去找那個所有什麼吃過豬肉排 出車禍的 你也可以找那個影片 吃完出車禍開車會不穩 我是覺得江啟臣 你是一個政治學博士 留美政治學博士 對不對 你怎麼講這麼硬拗 還要說 我覺得他是韓國瑜上身嗎 我突然想去韓國瑜 國家機器會殺人 韓國瑜只是說國家機器 會動得很厲害 現在動得厲害已經不夠了 豬也會動得很厲害 會殺人 真的是勝過韓國瑜 那我是覺得這樣的話 你這樣硬拗 我真的實際所講的 你可以批評 你可以指責萊豬什麼 你都可以做 但是去拿無關的影片 然後去做這樣 硬去這樣子講 然後又不肯去面對錯誤 還不敢承認 然後還要硬拗 我覺得作為他也 作為他也曾經是一個為人私表 應該不應該有這樣的行為 你作為一個台灣負責任的政黨 你不應該去散播錯誤的訊息 引發台灣民眾不需要的恐慌 並不是要打壓言論 那你今天你可以搬個肥皂箱 你在臺北火候站 你就講啊 沒有人管你啊 只要你合法申請 所以我是真的覺得做這樣子 做這樣子這樣子 我覺得對國民黨沒有加分 是 我覺得這個不讓人民講話 或者說不讓事情 不讓事實可以真相還原的 其實是國民黨 不是國家機器 你在立法院上面用這個一問一答 即時問答的這個過程裡面 你就可以讓官員好好的來回應啊 陶杜瓦你就 你都是用這種假消息 假新聞假影片 直接散播出去 又開記者會 官員有沒有機會跟你即時 跟你辯論 沒有耶 我今天也有一些問題會想問啊 誰不可以告訴我 是你們呢 多少委員每天在那裏 等說一拜二拜五 這次有了嗎 都沒有 就是你們啊 都你們董在那裏 佔在那裏 連你們現在放這些假影片 假資訊 假資料 也不讓官員有在國會議事殿堂上面 跟你一問一答 讓你可以回應嘛 因為一定會說這個假的 真鴨皮假的 你去說本來那個鴨皮 跟這個萊豬有沒有關係 你就要回答 你就要及時回答 但是你就是想逃避嘛 因為你知道陳吉仲 你知道我們的內閣官員 會直接抓出來 這是假的 會變成現場那個鴨皮 變成你們鴨皮 你們沒辦法回應 所以你才用這種操作媒體的方法 在那邊搞